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对始作俑者的兽人大军 墨西公国无能为力 那就只能从自家人下手 望着窗外 迟疑了半场功夫之后 克里斯久失无奈地说道 按照霍奇元帅的提议 执行兼必轻野 告诉贵族们 兽人大军已经来了 公国最至暗的时刻即将降临 让他们做好准备 面对兽人大军入侵 阿尔法王国能够挺过去 我们同样也可以挺过去 无论是抢运粮食 还是抢修堡垒 时间上都来不及了 迁徙农奴吧 没必要将所有人都留下来陪葬 除了留下守城的青壮 剩下的都往南方进行转移 让沿途的贵族 为他们提供补给 所有消耗由公国和他们结算 农奴迁徙 公国只做建议 不做强迫 若是能够解决粮食问题 可以将人全部留下 沦陷区内的城堡要塞 近乎全部沦陷 事实证明 我们所做的准备 并不足以抵挡兽人的兵风 分散驻守 只会被敌人轻松击破 允许各地贵族 以郡府为单位靠拢 固守一座兼城 同样不做强令 若是自认为实力出众 完全可以单独驻守自家城堡 甚至主动出击和兽人大军决战都没问题 除了兼必轻也必须强令执行外 剩下的命令全部都是建议 足以证明克里斯九世内心的矛盾 兼必轻也是战略物资 不尽快自己动手清理地理的庄稼 等兽人大军杀过来 那就晚了 损失再怎么惨重 也好过便宜敌人的好 抢收的粮食未成熟入不了库 好歹可以未生扣 多少能弥补点损失 迁徙农奴 这就是一个大工程了 从兼必轻野的区域来看 需要迁徙的人口足有上百万之多 在封建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决定 在内心深处 克里斯九世都不确定能否完成 尤其是轻壮 还被留在了前线 撤离的全部都是老弱妇孺 从北到南一路徒步迁徙上千里 简缘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损失惨重 也好过落入兽人手中全灭的好 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从实际行动上 已经可以看出克里斯九世内心的彷徨 作为国王 都不看好自己的国家 这个消息要是传了出去 非得让前线的墨西公国一众贵族集体泪奔 看似迁徙农奴 只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采取的必要手段 实质上 还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 在克里斯九世看来 防线缺口出现 一马平川的几个北部省份 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唯一能够挣扎一下的 唯有公国的南部省份 以空间换时间 节节抵抗下去 没准能够坚持到 人族联盟的援军抵达 到时候反攻回来收复师弟 这些南迁的农奴 就是战后重建的主力军 农奴都要尽可能地保下来 作为公国根基的贵族 那就更要尽可能地挽救 有阿尔法王国的先例在 对未来在人族联盟的帮助下 收复师弟 重新夺回祖宗基业 克里斯九世还是很有信心的 现在做出的战略部署 已经情不自禁地为未来曝露 墨西公国在进行最坏的打算 凯撒王储承受的政治压力 也突然大了起来 虽然没有人明说 但伯特利要塞沦陷 同远征军行动迟缓 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了一起 可以想象 消息一旦传回国内 不顾大局 一意孤行的帽子 大概率要给他扣在头上 如果不能进行及时补救 导致王国交代的战略任务失败 他前期积累的声望全部赔进去都不够 墨西人都是废物吗 这么快就被兽人撕开了缺口 简直就是指呼的防线 现在沦陷的是伯特利要塞 那么下次沦陷的是不是特伦斯 又或者干脆是达佩斯 发自灵魂深处的吐槽 足以证明凯撒王储是真的被气到了 从满脸的怒气上来看 不知情的还以为他是墨西公国的王储 殿下 兽人下定决心要攻下一座要塞 仅凭一家贵族的力量 几乎是不可能守住的 墨西人错就错在判断失误 低估了兽人想要拿下伯特利要塞的决心 没能够及时给予增援 行动迟缓 对前线战局把控不到位 也是他们的顽疾 从前面的奥古斯堡防线沦陷 到现在的伯特利要塞丢失 都印证了这一点 关键时刻墨西人是靠不住的 我们必须要吸取教训 万万不能让大军做困孤城 何塞伯爵语重心长地劝说道 看似是在谈住房问题 实际上却是在隐晦地告诉凯撒王储 墨西人靠不住 赶紧放弃之前那不靠谱的计划吧 捷报 捷报 突然传来的捷报声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紧接着就见卫兵将一份密封的文书 递到了凯撒王储跟前 粗略扫视了一眼捷报上内容 凯撒王储那乌云密布的脸突然阴云转情 这份捷报来得太及时了 伯特利要塞刚刚沦陷 就收到这份转折性的捷报 谁要是在抨击远征军不作为 他就可以直接回队过去 野战之中围艰一个满边的比蒙骑兵团 不光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 就算是将时间拉长几百年 这种战绩也不多见 不是人族军队不能打 主要是野外交战 想要实施全坚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以比蒙骑兵的战斗力 只要自己不犯错 就算是打不过也可以突围跑路 一个满边的比蒙骑兵团 能够在野外被人维艰 纯粹就是倒霉到家 伯爵 你看吧 不可一世的兽人大军 其实也不过如此 并没有墨西人说的那么强大 说话间 凯撒王储已经将截报文书递给了 和赛伯爵 终归还是太过年轻 没有能够沉住气 将内心中的想法写在了脸上 看了一眼截报上的内容 和赛伯爵也是一脸的震惊 随即马上恢复了过来 有了这份截报 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困境 瞬间就不复存在 不过对凯撒王储的吐槽 直接被他给无视了 兽人大军要不强大 北方三国也不至于一直被动挨打 殿下 尽快将消息传回国内吧 最好是赶在伯特利要塞 沦陷的消息抵达前 将捷报送达王都 政治就是如此 尽可能放大自己的优势 以掩盖不想暴露的问题 嗯 我们的麻烦没了 不过墨西人的球员 还是要重视 他们真要是提前崩溃 我们就算在战术上取得了再耀眼的战绩 也无法掩盖战略上的失败 传令下去 从明日开始 行军速度提高到40里 争取尽快赶赴前线 比蒙一族向来牙字必报 派人提醒一声哈德逊伯爵 让他小心受人的报复 在利益面前 前面两人之间发生的冲突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汉将 总是拥有更多的特权 对比其他人的不断吃败仗 哈德逊一连两次的胜利 在凯撒王储心目中的地位已然大不相同 在此之前 他恨不得哈德逊摔一个大跟头 可是现在不会再有了 共同的利益 让凯撒王储放弃了最初的成见 纵使依旧存在隔阂 那也只会放在心底深处 都是跟自家父亲学的 即便是强势的凯撒三世 在军事会议上也时常被人对得哑口无言 在贵族垄断的传承体系下 人才基数本身就不大 拥有培养优秀将领能力的 也就掌握核心资源的大中型贵族 整个阿尔法王国一共就那么百八十家 这么小的基数 能够培养出几名能打的将领 本身就非常的不容易 还要指望他们在能打的同时 拥有超高的情商 实在是太过虚无缥缈 从小耳闻目染得多了 适应能力自然也就强了 有受人大军的威胁在 现在的第一要素就是能打 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压后 至于打完了仗 那也是各回各家 继续留在军中效力的只是少数 大部分贵族将领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十年八年都不一定能和国王见上一面 典型的眼不见为敬 比蒙大营 阿利克斯皇储脸色阴沉的可怕 一个满边的比蒙骑兵团 直接消失在了战场上 如此破天荒的事情 被他这个威望本就不足的主帅给遇上了 无疑于向油锅之中泼凉水 我只是让罗耶伊亚带人去雄人族营地查看一番 怎么会突然消失的 同为五大皇庭内部依旧免不了竞争 雄人族大营发生大爆炸 各族自然要派人查看一番 派人从空中过去侦查 那太不礼貌了 要是被人家当人族探子给干掉了 还没法过去说理 谨慎的阿利克斯皇储 直接派出一个骑兵团 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兵力足以应付任何突发状况 皇储殿下 在我们和雄人的营地之间 曾发生过一场遭遇战 只是战场上的痕迹 都毁灭得差不多了 无法直接确定交战者的身份 从罗耶伊亚放出球员信号的位置来看 两者几乎是重合的 大致可以推到交战的一方是他率领的骑兵团 在大爆炸发生后的大约三四个小时 雄人族也曾派出仅剩的鹰人过去侦查 在附近我们还找到了几具鹰人尸体 根据暗线传来的情报 雄人族在进攻伯特利要塞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一个主力军团近乎全灭 各类斧兵损失不下三万 另外还有多名强者中了敌人的算计 永远留在了伯特利城 初步可以判断 不会是雄人族下得黑手 其他三大皇庭最近没有出动过主力军团 也可以排除嫌疑 基本上可以确定 罗耶伊亚率领的骑兵团 应该是遭到了人族精锐军团的伏击 才惨遭横祸 恰好在他们出事的时间 就有一支人族军队从附近经过 分别是阿尔法王国远征军第一军团 和墨西人的新编23军团 这两支部队联合行动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上一次银月皇庭派出的部队 就是在半路上和他们相遇 最后几乎是全军覆没 以他们的实力 如果提前有所准备 吃下我们的一支骑兵团 还是能够做到的 布茨维格亲王神色凝重的分析道 罗耶伊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率领的比蒙骑兵团也是他的旧部 妥妥的嫡系力量 什么都没有干 仅仅只出去执行一次任务 就直接全军覆没 对他的力量也是不小的削弱 如果不是确定这是偶然事件 他都要怀疑阿利克斯皇储 是不是要借刀杀人 想要借机剪除他的羽翼 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 比蒙一族的内斗虽然血腥 却没有败家到为了内斗 就将一个骑兵团送给敌人吃 整个比蒙一族都不足30万人 一次性折损一支牵人团 都是需要上报皇庭的大事 发生了这种事情 作为最高统帅的阿利克斯皇储 同样难辞其咎 沉默了许久之后 阿利克斯皇储缓缓说道 亲王阁下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找到他们的位置 干掉他们 用他们的头颅 祭奠我们死去的勇士 真相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目标干掉 给国内一个交代 皇储殿下 敌人的位置已经确定了 从他们前进的方向来看 应该是前往飞雄之宝换防的 算算日子 现在他们快要抵达了 半路拦截时间上已经来不及 非雄之宝存在的历史比墨西公国都长 城防攻势非常坚固 强攻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而且伯特利要塞的是 我们也不得不警惕 老牌人族贵族的底蕴 绝对不可小觑 我比蒙一族都是骑兵 并不善于攻城 最好还是在野战之中 找机会同敌人清算 何况非雄之宝也不在我们负责的区域之内 大军跨界行动还需要和雄人族交涉 不辞威格亲王果断拒绝道 明知道有坑 还往里面跳 绝不是智者所为 无法发挥比蒙骑兵的优势 光靠一群杂兵去进攻敌人重兵把守的要塞 不辞威格脑子还没有坏掉 注定完不成的任务 自然不能接